除了关心地震后续的议题 大家别忘记了今天是儿童节 吉安相公所首创儿童节奖励金 发放给乡境内的国小学生每人200元 并由学校指导孩童规划礼金 运用计划表 从小培养孩子正确的理财观念 而小朋友们拿到这笔专属自己的钱都很开心 有人说一半要存起来 有人说要买礼物送给亲爱的家人 也有人说要买玩具非常可爱 拿着乡长致政的200块钱礼金 小朋友们很有创意的说出自己要怎么运用 买什么 买文具 好 存起来 一大算存多少钱 还想存150块 买股票 买股票 国众的文具女生 六年级 六年级 所以他要存下来买国中的文具 这是简安箱公所首创的儿童节奖励金发放政策 相让游淑珍希望让孩子从小就学习正确的理财观念 简安箱今年编练了200元的儿童节礼金 提早让孩子奠定理财思考逻辑运用 以及社会氛围和感恩的教育在其中 透过老师设计的学习单 让孩子运用思考让200块可以发挥2000块的效益 让他们懂得感恩买礼物来自证他想感谢的人 也可以跟同才之间分享讨论他们想运用的方式 更能开启自己储蓄以及礼貌养成的好习惯 从思考逻辑中他们在运用的过程中 可以养成自己从小扎根运用理财的方法 当然到了商店来采买也懂得礼貌 在他们整个的执行中能够获得满满的效益 更能分辨什么是自己年龄可以买不可以买的物品 我们希望到位的让孩子拥有了一个判断自我 学习自我的人生 学校还特别规划理财配用学习单 引导学童做创意活用 建立正确思考自主理财观 让小朋友们在快乐氛围当中懂得爱与分享 更让吉安湘的孩子们有一个充满学习精力的儿童节礼物 教理会节响相报道